去年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我是用一个休闲包装器材 现象机和麦克风都可以装 只不过三脚架是提着 但是在不断提高视频质量的同时 我发现外的器材越来越多 休闲包已经装不下了 所以三月份的时候 我又买了垃圾宝的金刚350 花了1200 使用一段时间以后 我感觉还是太小 所以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更大的摄影包 但是更大意味着更贵 我的钱包比较抗拒 各位好 欢迎回到二脉科技 我是张杉波 比较巧的是 双11前后 来自普工英智能科技的小姐姐 联系过来 问我愿不愿意提前体验 他们新推出的摄影包 One more backpack 呦 感觉还不错 主要是它的容量够大呀 有多大 它的标准容量是25升 什么概念 这是一桶25升的桶装水 这是我原来16升的垃圾宝背包 各位可以感受一下 25升的体积 放两台相机两个镜头 录音笔麦克风 小灯 笔本这些 绰作有余 而且也可以自定义分区 完全按照自己器材的特点 进行收纳整理 比如你可以这样放 也可以这样放 甚至是这样放 但是不管怎么放 我发现我的稳定器都没地方放 卧槽无情 好残忍 稳定器可是一个老法师的必备武器 这就有点不太连行 经过我的不断探索 我发现前幅的拉链拉开以后 背包就多出了一个5升的拓展空间 把VBLS放进去实在不能更合适 完全不用担心 稳定器会刮伤背包 我再不用像以前一样 先把它装进一个袋子 然后再放进背包 好爽 解决了稳定器 那么无人机的问题怎么解决 别着急 接下来最有意思的来了 打开右侧的开口 拉一下就跟提手 母包又生出了子包 简直是买一送一 打开子包 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 换一台小的无人机 没毛病 而且拉开子包上面的拉链 还能再扩展一些空间 放更多的东西 蒲公英智能科技的小姐姐告诉我 加上这个子包的空间 OneMore整体可使用的空间 达到了35升 其实在体验OneMore这个背包之前 我还想再买一个鞋跨包 因为有时候很多快取快装类的需求 比如说我会用索尼6400 这样拍Vlog的出镜部分 然后用现在正在拍我的索尼A3 拍一些风景的B肉 每次在需要快取快装的时候 我不可能再把相机从背后取出来 然后再装上去 这样就太影响效率了 不合理是吧 OneMore的子包搭配附赠的肩带 摇身一变 变成了现在的单肩跨包 我现在就可以一边拿着相机拍摄 另外一台相机放在包里 如果需要千万的时候 这样咔拿出来直接换一下 然后再直接拍摄 这多直接 有时候出差住酒店 我虽然带了一杯包的器材 可是呢出去拍的东西 我是真心不想全部都带 有了这个紫包就便携很多 我用紫包放一些必需品 然后只带着紫包轻装上针 看到一个摄影包 能以25升的外星做到35升的容量 我确实非常兴奋 急忙把外带的设备全部装进去 外拍体验 但是用了几天以后 我对于大又有了新的思考 难道仅仅做到大 就是一个摄影包的 全部自我修养吗 能容纳更多的器材 就是一个好的摄影包吗 当然不是 一款好的摄影包 虽然自己不会生出相机 但是厂商必须站在摄影师的角度 去设计背包 必须以用户的需求 为根据去开发产品 比如背包的背负系统 比如防刮防水防盗等等 所以我在B站做了一个小调查 请大家谈谈 对自己的摄影包不满意的地方 首先感谢大家的参与 调查结果除了 对没有摄影包很不满意之外 很多朋友还是给出了实质在来的建议 一边统计这些建议 我一边对比外帽背包 普攻音智能科技研发的这款摄影包 真的能达到大家的期望吗 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颜值 很多朋友觉得其他小毛病都能接受 颜值不能忍 丑得像微壳一样 就只能呵呵 OneMore有目光黑和迷彩金两种配色 我选的是更低调的目光黑 黑色和点缀的红色搭配起来 有种沉稳又骚气的感觉 整个包体扎实沉稳 愣脚飞明 包内是统一的墨绿色 纹硬又内涵 然后是重量 虽然它不会自己跑 但是背包后幅的透气面料 提高了背幅的舒适度 OneMore背包在我装完外出的所有器材以后 至少要重10公斤 这时就比较考验它的背幅系统了 背包的后幅位置 使用了一体成型的透气面料 这和其他的专业背包差不多 柔软的同时也不容易出汗 此外 OneMore的背包肩带更宽一点 达到了8厘米左右 可调整高度的胸带 以及可隐藏的腰带 都会提升外出的背腹体验 OneMore不仅可以背着 也可以手提 背包的顶部侧面和背部 总共有三个提手 有时拉着行李箱出行时 我会把背包包带 直接塞到这两个袋子里 然后让背包的提手 穿在行李箱上面 接下来是内胆质量 很多摄影包用的内胆隔板 是这种海绵的材质 海绵比较柔软 能更好的保护相机 但是它的支撑性不好 时间一长容易垮掉 OneMore用的内胆隔板 是这种比较薄比较硬的材质 因为硬 这种材料保护相机 我觉得是OK的 在提供保护功能的同时 支撑性也会更好 其次是防水防盗耐磨和耐脏 OneMore的面料主要使用了 锯纸纤维和聚烟纸 这两种材质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马路掺入锯纤维 可以减少裂纹 延长路面的使用寿命 操场的塑胶跑道加入聚烟纸 会更加耐磨 而且有弹性 包体加入这两种物质 防刮防水耐磨不在话下 如果拍摄时经常放在地上 包体粘涂很脏 用湿巾擦一下就干净了 背包底部隐藏了一个防雨罩 外出遇到极端的雨雪天气 防雨罩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外帽所使用的拉链 也做了防水防盗的处理 包里装的东西以后 我一般会把拉链这样扎进去 这样不法分子 想从我背后直接拉开侧带就很困难 最后是包体外的一些设计细节 比如三脚架可以横着 绑到背包的顶部 外帽背包只有一侧有快取口 如果需要取枪机 直接打开这个快取口就能取出来 另一侧的口袋可以放水 子包的开口位置有三个侧带 可以装电池 侧带的标识很有意思 电池用完以后 可以直接把标识从绿色拨到红色 下次再取电池就不会弄混了 子包的另一侧是一个 可以随便粘的收纳带 可以把更多的电池放到这个里面 上次空间的快取口 有一个防辐射的侧带 我会放一些身份证、银行卡、夹照 这些证件类的物品 所以这样的包应该很贵吧 外贸的市场售价在1000左右 我听到这个价格还是挺震惊的 毕竟专业一点的摄影包品牌 像Pick Design、垃圾宝这些 随便一个包价格也要1000到2000了 有的甚至3000多 不公平智能科技能为摄影爱好者 提供一个高性价别的选择 我还是挺开心的 好了,这期视频是我第一次 这么详细的聊一款背包产品 希望您对各位有所帮助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咱们下期视频见